早安 今天是10月15日星期一的早上 隔夜的時候 美股三大指數大幅反彈 其中導致升近300點左右 不過大家留意 上星期五當港股收市時 其實導致期貨已經反彈了這幅度 所以今日港股並不會反映任何 因為美股上升而帶動利好作用 反之 上星期五恆生指數彈足五百多點 嘗試補一個下跌裂口 其實很多股份都已經彈到裂口頂部 包括騰訊 如果騰訊在裂口頂部預早的時候 港股其實都頗難升 而始終大家現在關注 就是雄市裏頭的一個反彈 可能趁機出貨 特別留意這星期四 美國財政部會否宣佈中國成為貨幣的操縱國 如果會或市場提早入價 會這個可能性的話 都會帶來一個劇烈向下震盪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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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